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降低商业爆雷的可能性 然而根据四大人士的介绍 目前只是出于讨论阶段 真正落地应该还很转 对2018年的公司业绩 不会产生任何影响A股商业规模 在2018年站上了历史最高位 WiO数据显示 截止2018年第三季度 互生两市全体上市公司的商业 共计达到1.45万亿元 为A股历史上首度突破1.4万亿元 而在2014年至2017年 这一数据分别是3331亿元 6542亿元 1.05万亿元 1.3万亿元 商业的膨胀源自近年来 近乎疯狂的高溢价 并过一些公司热衷于化大饼 以高于自身利润数倍的代价收购资产 并豪言对赌业绩增长 盲目乐观致使正面形成巨额商业 而天价商业 柔如定时炸弹 以弹业绩变连 商业大幅减值之后 依然引起股价滑坡界面新闻整理发现 2018年12月 科技有四家上市公司 公告了商业减值准备 智慧能源60万0869FH和江南化工00222226SZ 分别公布了已计题商业减值准备的情况 而长旅股份002160SZ和焦点科技002315SZ 在2018年报业绩预告中 表明了商业减值迹象 智慧能源公告 对公司2012年至2017年收购的 安徽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盛达电器有限公司等七个事项 所形成的商业计题 减值准备和金额为1.35亿元 计题后 公司商业由19.26亿元 降至17.91亿元智慧能源 曾较远东电缆2014年至2017年 公司先后市聚资跨界并购一次进入新能源产业的各个条件 包括锂电池 智慧机场等 由于新能源市场竞争激烈 公司的营业收入 仍以按老板行电缆业务并购而来的新能源业务板块贡献平平 还带来了商与减值的风险 商与减值的主要原因 在于收货方无法实现业绩成目 商与占总资产比重越大 上市公司既提商与减值对业绩造成的冲击就越大 界面新闻整理了 在2018年报业绩预告中 提到公司可能面临商与减值的个股 其中约有81%的个股业绩表现不佳 被标记为掠减、首亏、去亏、预减或不确定可以预见 这些个股中将产生2018年财报商与暴雷的重灾区 超万亿商与也引起监管层的重视 早在去年11月 证监会就发布了 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与减值强调